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要看西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五节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今天我们要看什么是赏赐 赏赐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这个字形容的是什么是 是如同是你来这一边做了功 然后能够来报仗 就代表你做了多少的功 就会得到多少的奖赏 所以这个的赏赐 不是因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这个的赏赐是因为你已经努力 所以他说你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你在这边所做的 你在这边所努力的 你在这边所摆上的 你的心思意念时间 你的所有的流血流汗 不管是什么 你摆进去了 上帝说了一件事情 他说他会把这一个赏赐给你 就是他会把这一个的工价还给你 怎么样子还给你呢 可能是在生命当中其他的胜利 可能是在金钱上面 可能是在你的服饰 可能是在你的工作 可能是在你的家庭 可能是在你的恩膏 很多的这些 我们一直想到奖赏是什么 这样子是什么 你去看 超乎你能够想象的 在这边是上帝可以做的 希望这个对你们有帮助 每日一次我们下次见 分享 感谢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lfv